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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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這一場次的主持人 盧盛 同時也是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亞洲辦事處的計畫經理 剛剛聽完這個精彩的報告發表 我想應該激情很多進一步的想法 因此我們這一場panel也很特別 我們希望陳傑剛剛提到的一些研究報告裡面的內容 藉由三位講者在自身領域上面的觀察 還有經驗分享更深刻地點出東亞現在數位人權的現況 這邊先讓我簡單介紹一下今天的講者 首先讓我介紹一下吳全峰老師 就是剛才師匯有提到的吳全峰老師 是現在中央研究院資訊法中心主任 他長期投身在醫療還有國際人權的相關法規研究 包括剛剛提到的健保資料庫行政訴訟案 吳全峰老師也親自參與其中 此外關於其他相關議題 像是疫情期間政府使用各自的現況 吳老師也長期與公民團體站在一起 用研究和專業諮詢協助數位隱私和資料使用的倡議推動 因此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吳全峰老師 不僅是可以加深剛剛提到台灣案例方面的內容 然後提供更多他這邊的觀察和親自參與的經驗 除此之外呢疫情期間隱私和公共利益怎麼平衡 這樣子的爭論呢 其實不論是在台灣或韓國 其實也有很多的爭議案例 那包括之前資訊法中心也有一些相關的韓國研究 因此我們非常高興今天可以請到吳全峰老師在現場 跟我們一起分享 然後再讓我來介紹Candia 那Candia是如水的副秘書長 那如水是一本海外香港人發起的雜誌 裡面提供了許多與香港有關的議題討論 和故事文章非常的精彩 如果沒有看過的話可以趕快去看 然後Candia除了關注海外香港社群的發展 她本身也在台長期投潤肌肉運動 因此非常瞭解台灣香港兩地的人權狀況 也因為這樣呢 我們很高興能夠邀請到Candia 在報告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現在最新的觀察 那接下來我們也要歡迎董思琦副執行長 那董思琦副執行長不只是台灣之固的副執行長 她同時也是台式大東亞學系的助理教授和博士後研究員 那董思琦副執行長長年專注於韓國政策和政經發展研究 同時也有許多比較台韓現況的研究經驗 因此我們也希望藉由董思琦副執行長加入這一場渣龍的討論 提供進一步關於韓國脈絡的觀察 來加深大家對於剛剛報告內容裡面提到的 不論是韓國的研究結果或案例有更深層的了解 並且也希望藉由董思琦副執行長的觀點 以及吳全峰老師和Candia的對談 讓在場各位對韓國台灣和香港倡議案例背後 民主制度與社會發展脈絡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然後待會的QA時間能夠有更精彩的討論 甚至比較和觀察 那接下來呢 因為時間不多 我們會請三位講者各自分享十分鐘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有一起QA交流的時間 那我們這邊先歡迎吳全峰老師 謝謝主持人 那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有關於數位人權的一些部分 那看過那個剛剛的報告的內容 因為我們事先有看過一些報告內容 實際上軍隊台灣 然後韓國跟香港的那個議題的話 實際上蠻多重要議題都點出來了 那我被賦予的工作某種程度就是 嘗試看看說從我的專業去看一下說 那目前在整個的東亞地區 包括台灣 香港跟韓國 他們到底在目前在數位人權上面 面臨到了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看我的研究經驗的一些 過往的一些經驗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 怎麼講 呼應 那這個是大概我的簡單的背景 剛剛主持人已經介紹過了 那就跟主持人講的 那個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資訊法中心 在當初EID要推的時候 我們就辦了一個蠻大的一個研草會 同時我們出了一份白皮書 是有關於EID的白皮書 裡面把相關於EID所有的東西 因為EID本身不光是那一張卡片而已 它還包括後面T-Rode 還包括後面MyData 非常多的複雜的議題 所以在這本白皮書當中有詳細的說明 然後另外的話 包括譬如說健保資料庫 我剛剛主持人有講過說我是健保資料庫 線法輸送當中的其中一個專家 那包括譬如說像報告裡面講到的 健保署很早以前就嘗試要推動要把死亡檔 整個全部釋出去給廠商做AI使用 或者是其他包括學術研究當中 民眾到底能不能退出這些東西 大概也都有一些討論 然後最後就是有關於那個疫情期間 我們用了非常多的數位科技 然後數位科技去做防疫的時候 其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蠻有民間團體在關心它的隱私問題 但我不需要講我們跟韓國比起來 我們差了一截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提起比較多的一些訴訟 但是我們會發現非常有趣的是 雖然民間團體提出非常多的concern 但是政府在對外宣傳的時候都說 我們科技防疫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的疫情難度控制得住 你會發現中間某種深度產生一些落差 那所以我後面會大概講一下說 就我看完這份報告之後 我大概會有哪些一些想法 然後我會嘗試從法律的觀點出發 那我當然不會 因為時間也有點短 不會講太多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大概把幾個重要的重點大概帶出來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是到目前為止 以台灣來講 台灣其實資訊隐私跟資訊安全 到現在還是傻傻分不清楚 我們這兩個議題你會發現說 有時候對話一直不在同一個天秤上面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政府在一些釋出資料的時候 他常常會講 或者是一些研究者或者是企業會講說 我只要去識別化了 我不知道你這個資料是誰的 為什麼不能用 我只要資訊儲存 環境夠安全 為什麼不能用 大家下面看到 這就是那時候 那個報告裡面 他剛經會這邊有特別提到 健保署直接的講法就是 資料處理有公益性 他沒有辦法去識別他定當事人的情況之下 我為什麼不能拿來做學術研究 可是實際上 資訊隐私所内涵的概念 跟資訊安全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資訊安全只是代表 我給你這份資料之後 你的資料能不能安全的儲存 你能不能保障這個資料不會被亂用 但是資訊隐私重要的概念是 資訊是我的 我願不願意給其他人 那是我的決定 其他人不能代表我去做決定 甚至連我今天這一份資料 給了你之後 你能不能把我的資料把它去識別化之後 再去給其他人做使用 這個去識別化的動作 理論上都必須要我做決定 因為假設我沒有辦法決定 我的資訊被什麼用的時候 我會擔心說我的資料 會不會落在我不想給的人身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靠近一點 好 謝謝 謝謝 好 抱歉因為沒戴眼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資訊隐私跟資訊安全 實際上不是兩件事情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這個觀念實際上 不光光是政府他們分不清楚 所以在很多情況之下 政策上面他們會用這個觀點說 我資訊安全了 所以你的資訊隐私自主權 我就可以彼手當然都去剝奪 其實不光是政府 甚至報告當中也有提到 民眾也主要是透過資訊安全的觀點 去理解數位隐私的議題 所以這個怎麼樣去把這一個議題去講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民眾他沒有辦法理解到說 資訊隐私它對我的權利的影響在哪裡 那所以報告當中有提到說 公眾意識的不足它可能是一個點 它必須要去嘗試更多的去跟民眾講說 這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而且兩個東西是同等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東西我會覺得 其實這個資訊隐私跟資訊安全點 在後續繼續造成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大家在跟科技群體 或跟研究群體做討論的時候 也陷入了這個迷思當中 因為很多的時候我們會看到說 這邊是報告寫的說 即使採取相對務實的立場 然後一些對於資訊的一些應用上面的一些團體 他們也會面臨來自科技社群 或者是希望公共服務導入新科技支持者的反對 剛剛報告當中也有提到說 公衛學者對於資料庫還要退出 他們認為他們抱持很大的反對意見 可是在我的看法 這兩個並不必然衝突 因為以對研究者來講的話 其實我常常舉一個例子就是 健保資料庫真的好用嗎 健保資料庫實際上大家只要理解 健保資料庫的使用規範的話 你不能夠下載所有的資訊 你只能到他特定的封閉房間 然後你只能拿出所有的統計資料 然後所有的東西都規範得非常嚴格 但我們想過說為什麼規範那麼嚴格 是因為他一直要強調資訊安全 所以對於研究者來講 我要進那個庫去用那個東西的時候 很長時候我沒有辦法真的很好用到 但是假設我能夠在資訊隐私上面 做某種程度保障的時候 某種程度對於研究者來講 他不見得是壞事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完全二選 以互相完全衝突的選擇 所以我曾經在國外跟其他學者 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一個很起 他們就一直很疑惑地問我說 那為什麼你們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不直接去保障資訊隐私 然後你的資料就可以很好用了 為什麼你一定要讓資料變得很難用 你也堅持要不要 你堅持要去剝奪民眾的資訊隐私權 所以這兩件事情對我來講 它不是必然衝突的 所以怎麼去了解 那個運用科技團 科技或者是那些研究者 他們真正想要什麼東西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它是有溝通管道的 只是我們一直在浮面上 表面上去局限於這兩個之間 好像是必然衝突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惜的 然後第二個剛剛那個報告中 也有講到說 就是我們到現在對假名話 逆名話 趣事別話 還是傻傻分不清楚 大家看一下這是我領的條文 就個人教保護法實行細則講多 因為我們所謂個人資料 是可以直接或間接識別的 都叫個人資料 除非你不能直接或不能間接識別 然後大家看一下 在假名話逆名話這邊的話 它講的間接識別是 你可以跟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 它就叫間接識別 所以假名話應該算是 可是看第17條又規定 你只要是以代碼逆名 隱藏部分資料方式的話 它就叫無從識別 哪一個才是對的 其實這種東西的混淆 一直影響到 影響蠻深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它包括人體研究法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約 它都有不同的定義 那我們到底在宣判之後 我們是不是有把這個定義定義清楚 老實講 沒有 為什麼 它所造成的一些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在報告當中 也看到一些問題 所以它所引起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知道什麼東西叫做不是割資 在法律上面會引起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東西是 它會直接影響到隱私風險評估 比如說台灣的健保資料庫 一直強調用HIPAA HIPAA的去識別方式 跟台灣的資料庫去識別方式 它適用的資料庫 它找到HIPAA去識別方式 它所算出來的那個再識別風險 它所適用的資料庫大小跟identifiers 跟我們健保資料庫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我們不討論這個 我們就說HIPAA這樣用 我們就能這樣子用 所以到現在為止 這個還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影響 那這邊其實上我覺得 某種程度就牽涉到 怎麼樣讓人權團體 然後包括學者或者是資訊學者 共同能夠溝通 像我們那時候 我們曾經跟資訊所合作 就是你會發現有一個gap在 就是資訊所不知道 法律上面講的隱私是什麼概念 但它知道什麼叫去識別化 我們不知道去識別化技術 但是我們知道隱私是什麼概念 這兩個怎麼樣bridge起來 我覺得相對來講是重要的 好 那第三個 因為時間深一點點 我稍微簡單快一點講 第三個就是 我們到現在組織法跟作用法 還是傻傻分不清楚 我們常常講說政府大議題 內部傳來傳去有什麼關係 所以大家看到疫情的時候 跟脊弱機關藥 是敵手當然的藥來 健保資料庫的應用 甚至會串內政部 去串環保署 去串移民署這些資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很麻煩的問題就是說 就像這邊報告當中講的 其實你理論上應該要用 許多不同的特別法 或作用法去規範 但我們沒有 但我們後來可能會面臨到的 一些問題是 現在譬如說 以健保資料庫管理條例草案 這才剛剛出來 滿熱騰騰的 大家看到 好 我們要用作用法 政府用作用法了 但是政府用作用法的方式是什麼 我就排除個資法的使用 就完全就把它架空掉 大家看到立法理由直接講說 本條例未規定 事項才用個資法 就直接套空了 所以我們反倒變成 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覺得 其他國家經驗其實可以跟我們參考 像台灣健保輸送的經驗 在韓國 其實他們 某種程度上面臨一些挑戰 其實像德國也面臨到健保 健保資料庫的一些挑戰 那台灣實際上有些經驗 但另外像韓國的一些經驗 好像我剛講過了 在COVID期間 我們用那些數據資料 那韓國包括人權委員會 他們都介入了 但我們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說 我們每天在公布的那些資料 哪些確診者 他到過哪些地方 但我們注意到後面那個時間 它是細到分 然後我們甚至有一次 對不起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有一次那個CDC 那個什麼CCCC那邊 他們公布的資料 大家記得台北市有一個確診者 然後CCCC公布的資料 慢慢開始從 他在猜他是不是八大行業者 所以你就發現說 那個資料慢慢從女性 八大行業者 然後住在北部 甚至到最後公布到他曾經到越南去玩過 你到底認不認出這個人出來 所以但我們在台灣相對 我們對於疫情期間的一些各自的使用 我們相對來講討論比較少 那到現在為止 CDC在修法過程當中 也沒有真的把這個考慮進去 那另外就是企業跟其他部門 置於隱私之上 這個就是我後面會講說 大概我們可能會面臨到後面的問題 包括數位身份證 其實後來我們又要推數位皮夾 那原來的數位身份證問題有沒有解決掉 那包括我們現在要推 衛生福利資料庫管理條例 要串並防治法 那就大一點來講的話 可能在面臨到的一些問題是 時間不夠 我這邊就簡單帶過去 就是包括AI應用怎麼樣去做 然後包括若是族群的隱私跟資料正義 尤其是到最後資料的成為資本的時候 他實際是不光光是政府本身的監控 業者他可以透過我的資料 甚至去改變去操縱行為 甚至去改變規則 改變隱私的定義 到最後資料 個人資料的國際傳輸跟隱私保障 最近WHO要開會 他在討論包括IHR 或者Pandemic Treaty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是一個議題 但這些可能都是我們未來會面臨的挑戰 好 對不起 我就還是拿到去去的多講了一點 謝謝 那再次謝謝吳淳鋒老師 剛才非常謹筆和淺顯易懂的說明 我想在對於一些名詞上 非常基礎觀念的理解 怎麼影響到我們看待數位人權和隱私 我覺得剛才吳淳鋒老師提供了非常好的解釋 好的 謝謝主持人 首先要先感謝開放文化基金會的邀請 能夠有這個機會 每次來到母校演講 或是說來參加活動都非常開心 特別是看到這樣的研究報告 我覺得非常的興奮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的專長是研究比較政治 那怎麼叫比較政治呢 比較政治其實在人類作為一個開放的社群 沒有辦法像是實驗場域這樣封閉的狀況之下 怎麼樣能夠把所有的條件限縮 在意中求同 同中求意 在看相同條件之下為什麼不同的結果 在不同的條件之下 為什麼有相同的結果 那比較政治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在中間呢 其實每次提到台灣的研究的時候 馬上會拿到會來去想的就是韓國 因為韓國跟台灣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 我們同樣經歷過了經濟的成長 我們超越了所謂的中等所得的陷阱 然後我們到了民主化 到民主化之後好像又有一點的不同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說 台韓之間有很多相同相似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大家馬上可以想到的是例如說大企業 你有看韓劇裡面都是這些大企業的採訪 那在台灣的話就是我們一般說是中小企業 但事實上可能跟大家的想像不是那麼的相像 但是我們在這一個許多的東西在比較的時候 事實上有很多的可比性 那所以在這一次的這一個所選的三個案例 個案的時候我覺得是非常的恰當 因為它中間就是變成了兩條軸線 第一條軸線是在民主的國家之中 那同樣是民主制度 為什麼有一個國家它會用比較強悍的方式 然後公民社會它會用比較強悍的方式去爭取它的權利 那我們甚至從訪談數量就知道比較多一點 韓國比較多 台灣好像比較少一點 那另外一條線的話則是民主跟非民主 也就是台韓跟香港 但中間有一個說明 就是說這三個國家都是重視財產經濟這一塊 所以我待會兒也可能會從這邊來做個切入點 所以我認為說這一次的研究是很有啟發性 而且它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圖像 也就是說我們在國際政治經濟學裡面常常說到的 同樣的困難 同樣的課題 相同的課題 相同的環境 那為什麼各個國家會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中間當然我的自己的研究專長是台灣 韓國 不是台灣 對不起 韓國 所以我比較願意來分享的是我對於韓國的觀察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在講這一個 今天我們這一個報告的主題 事實上它是聚焦在這個隱私權的部分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所謂的數位人權 在一般的區分之下大概有六七種 那隱私權只是數位人權中的一部分 那所以如果是集中到這一塊來看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會把這個社會倡議的面向 就限縮在某一塊 所以像是剛剛所提到這個匿名假名的 去識別化這件事情就會變成核心的焦點 但事實上在韓國的案例裡面的話 許多時候的討論不是只是在於這一個 去識別化這個部分 那當然還有包括數位落差 個人資料的外洩 AI演算法的歧視 網路霸凌的性騷擾 DFAQ 然後甚至是什麼N號房的事件 那些都是跟這一個 事實上跟隱私權也有關 也跟數位人權有關 那這些議題在我們現在這份報告裡面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去把它凸顯出來 而更重要我覺得這個報告 我覺得比較可能可以再去思考的一點 就是說事實上剛剛吳老師的分析之中 大家也就隱約感覺到 這個韓國是有用這個比較 或者說我們的這個報告裡面有提到 韓國是用一個比較框架性 而且比較系統性 然後來去面對 那事實上它在某個層面 跟這個歐美一些國家是比較接近的 那台灣是比較分散的 那事實上剛剛有提到這個數據三法的部分 那數據三法的部分 事實上是過去是把跟這個個人這個情報 就是說個人的這個資訊相關的 是分在三個部會裡面 在韓國是一個是行政安全部 就韓國的內政部 一個是NCC KNCC 就是韓國的NCC 然後再是一個這個經管會 就是關於這個你個人的信用資訊 但是韓國後來就把它全部塞到一個地方去 就是個人資訊 個人情報管理委員會 那事實上它過去就有這個單位 但是過去是副部長級的單位 但是在2020年之後變成了部長級的單位 那可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發生 那這個在我們的報告裡面沒有提出來 那事實上它最大的一個脈絡是因為 當時的韓國的政府是進步派的文在寅政府 但是它當時提出了三個新政 這個New Deal 因為在疫情之下它要振興 那三個新政之中 其中有一個是叫做數位新政 就是Digital New Deal 那數位新政裡面其實非常重要一點 就是要發展產業 那我們剛剛講到 因為新興的科技出來之後 這個規範要怎麼規範才會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數位人權其實它是一個 我們現在的討論 國家和個人之間應該要什麼樣關心的 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可是為什麼要這樣的討論 是因為有很多的人權是以前沒有的 因為以前根本就沒有什麼網路上面 可以去存放一些資料什麼這樣的事情 那產業界看到這個是一個機會的時候 他們要進去的時候 馬上會想到一個問題 那你國家要管多少 所以這會牽涉到是監理的問題 那所以在韓國 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文在寅總統雖然是左派的總統 雖然他是所謂的進步派的總統 雖然他提倡就是說 我要所謂的分配 我要平均要公平 但是他在推動數位新政的時候 他試圖要去放寬的是對於產業的限制 而要放寬對產業限制的時候 最簡單的就是 我要推動資訊跟數位相關的產業 這韓國叫做DNA產業 DNA是什麼DNA D就是Data數據 N的話是網路 A的話是AI 他們為了要推動這一個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這個政府不要管太多 但為什麼一個韓國的左派政府 他會說政府不要管太多 然後大家也覺得還好呢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韓國經歷過的97金融風暴 1997金融風暴的時候 讓韓國在整體的國家體制上面 是凱著比較開放的一個態度 就是因為在這樣的開放的態度 那同時還對於勞動市場鬆綁 對於監禮機制 採取用新自由主義的方式 去投入的狀況之下 韓國的政府 他很習性的就會 為了要推動新的產業的時候 他就會放寬對於產業的限制 所以例如像是監禮沙河 沙河這樣的議題 台灣很少人在討論 韓國連連續劇上面都演給你看 就告訴你說 這個事情是政府要推動創新的 一個很重要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管太多 那文在寅總統 他在推的叫做所謂的 他們叫做創新經濟 其實就是革新經濟 事實上跟蒲警惠總統 他所在提的 這個所謂的創造基金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所以數據三法的爭議 事實上是從2016年就開始 因為蒲警惠政府 從那時候公佈了所謂的 個人資訊去識別化措施指南 所以就我來看的話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 這一個脈絡 特別就是說整個發展的 過去的歷史上面 發生的這些事情 回過來看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圖帽 我們現在可以發現到一點 台灣為什麼沒有韓國這樣的討論 我問一下各位 台灣的數發部 我們是要數位發展什麼 發展人權還是要發展產業 我們現在好像是要發展產業對不對 數發部有沒有在做 也沒有 有沒有要在規範人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在凝聚共識 我們還在做很多的討論 那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模式 我沒有說這樣的模式不好 因為我們用這樣的模式 許多的改革或是推動 是比較溫和漸進的 韓國反過來看 他們所有的改革推動都是非常的 不是說粗暴 就是狂暴 比較說非常的突破性的 那另外一點回來看的話 則是他們的抗爭性為什麼會這麼高 我們在比較勞動運動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的勞動三權 還有他們的工會 動不動就要自焚 做一些剃頭 自焚 抗爭 為什麼 因為他們過去是比較沒有制度化 可以去吸納一般的民眾的想法 這樣的渠道 而台灣反過來 我們有很多的渠道 可以分散這樣的壓力 所以我們有很多可以去進行的部分 但是韓國反而他們會用一些 比較突出的團體 在這一次的報告裡面 有特別提到 第一個訪談的團體參與連帶 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 韓國如何透過的組織性的動員 參與連帶它有三個方針 第一個就是會員收費 第二個是它不收政府的錢 第三個是它的財政是要獨立自主 而且是可以用募款的方式來捐助 它所創造出來的一些行動 在很多的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的 韓國相關的 這些權力的推動之中 它都在中間做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針對今天裡面的這個報告 我當然是覺得說 覺得很興奮 因為我看到了一個很明確的圖像 這個圖像是我們已經看到了 就是韓國他們有更多的集體性 然後韓國他們透過更多的行動 事實上他們還有類似 例如像是用黑客棕的方式 來做創意的發想 然後對於政府去提案 另外是在個人情報委員會裡面的時候 專家的提議也變得非常重要 而且記者會是時常在開 而且他們針對的政府做的各項議題 還有國會提出的議題 也在做了監督性的方案 同時他們試圖把這些東西 變成了述規劃 就是在網路上面去傳播 最後回到這邊 我們如果說要目的 最後是要做一個行動的策略 如何做一個跨國的串聯 當然這一定就是公司要協力 就是公部門跟私部門要協力 公司協力部分的話 公部門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台灣我們現在有在做一個 GCTF的合作框架 這中間裡面其實就有 包括數位的人權和隱私權的部分 是其中的一個 還有很多的相關討論 但我覺得中間最有意義的是媒體釋讀 也就是說如何透過公眾的教育 增加大家的失智率 Literacy 反正就是失智率 增加大家對於這個事情的理解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跨國的連結 是不是上層有一些人在做 但是另外一個是 底層的公民社會的 跨國的連帶和連結 我覺得交流 合作 還有共同的倡議 還有要去面對共同的現象 剛剛有提到說 數位的安全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數位安全是一個現象 那這個現象如何能夠要去回應 也是需要靠集體的來回應 那我認為 如果說在這一份報告之中 可以把這幾個地方 事實上我認為香港也是一樣 因為香港它遇到了一個 很特別的問題 它希望能夠推動它的經濟成長 而在推動經濟成長 想要推動經濟成長的部分的時候 它如何去運用這些資訊資料 和對於數位相關的這些應用 也是其中一個重點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一個 比較像是經濟的層面 拿進來 然後再把政府體制做一個更好的比較 那我們或許可以看出一個 更清楚的圖像 那也可以在中間找到 公民串聯的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我的報告分享在這邊 謝謝 謝謝董思琦副子已經想要分享 那再來我們歡迎兩位 剛才那個報告分享者 發佈分享者上台 一起進行QA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發現 就是三位在這三個國家 安理都提供了更多 更深層不同的觀點 還有他們觀察 和接下來可以做的事 所以這十分鐘大家要好好把握 我們只會問到三點半 那不知道說 有沒有人想要先提出問題的呢 因為剛剛有提到那個關於數位公益的部分 就是數據公益的部分 也是書法部之前提出來的 我想知道 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從數位隱私的角度來看 當今天插入一個數據公益以後 這中間之間的衝突要怎麼橫平 想聽聽看大家的意見 其實數據公益 基本上是從歐盟那邊過來的一個概念 可是台灣其實你們 我覺得大家去觀察一下 限判13號裡面 他就講說 限判13號裡面就已經講到公益 可是台灣公益是一個非常不確定的概念 就是你不知道什麼東西叫做公益 然後你那個公益到最後 怎麼樣去評判說 我跟我侵犯的隱私權之間 能夠達成一個平衡的狀態 可是在其他國家 這一個平衡狀態實際上是相對清楚的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比如說在各自法裡面去規定說 我做學術研究 可以某種程度去限制當事人的 那個諮詢自主權 那這一個東西在憲法法院判決當中 他會認為說 OK 這個可以 OK 他可以承認 所以第六條被判決是核限的 可是大家去看一下 包括黃昭源大法官在他不同意見書當中都說 你這個公益實際上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形態的 那這個不同形態是不是都重要到可以去限制當事人的 那個什麼資訊隱私權 他實際上是不一定的 那在剛剛講的那個公益 那個什麼 那個數據公益的那一個裡面 他在台灣在討論的時候你會同樣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他那個公益是什麼 然後你的公益跟所謂的產業發展是等號嗎 還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也可以宣稱說產業發展也是公益啊 那這個時候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台灣在推這一塊的時候 放著一個公益的名字 但後面很多的問題它是沒有去釐清楚 沒有被解決掉的 那就回到剛剛講 包括譬如說你在所謂的資訊隱私 跟那個資訊安全的時候的平衡 他們被資訊隱私跟公益的平衡 那公益平衡同樣面臨跟資訊安全一樣的困境 所以我會覺得這邊會有一些狀況 那我稍微補充一點 就是來自我們算是從公民團體的觀點 那我們認為數據公益它這個推動 最大的我們的理率 其實是來自於一個次序的導錯 那個次序導錯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現在的個資保護框架的改善 還停在一個非常曖昧不明的狀態的時候 當我們的個資保護委員會還停在一個籌備處 然後關於未來的隱私保護框架 該怎麼朝強化數位隱私去調適 當這些事情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的時候 就先來提數據公益 那請問如果當未來今天這個現行 這個數據公益的規範 跟未來的數位隱私 數位個資法改革的方向 產生就是打架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都強調說 應該要先把這些數位隱私的一些 基本保障的原則跟框架建立好之後 你再來談說所謂的數據公益 或是其他形式的開放利用 到底怎麼樣能符合這一個 比較上位的隱私保護的框架 這個才是比較正確的順序 那不然的話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順序導錯的狀況之下 其實是很難去想像說 到底這樣的一個東西推行下去 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它的制度性的風險是非常難以評估的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的觀察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有很精彩的回答 那因為現在也只剩下六七分鐘 那我們一次開放兩個問題 然後就請各位講者可以做一次 綜合性的回答和總結 你好 我想 怎麼那麼大聲 我想問 因為先前有提及 有過這個智慧程式作為一個規訓手 但as a disciplinary strategy 還有另外一種是作為智慧程式 什麼是這兩種不同的做法 那如果以這兩種觀點上面 在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挑戰跟策略上面 會不會有不同的對應的一個pattern 或是一個規律這樣 那你剛才是說 什麼東西跟智慧程式的相變 智慧程式作為規訓手段 還有數位化本身 數位化本身 好 那再來開放第二個問題 那我們就請將者一起回答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一個 就是說 當我們把這個經濟發展帶進來 譬如說不管是數位安全或隱私的時候 這個經濟發展有沒有一個原則 或是底線在那裡 這樣子 那我們也是請董事齊副執行長可以講一下 因為剛才包括經濟發展規範等等 也有一直被提出要怎麼做平衡 是 那剛剛提到 其實我 因為剛剛時間有限 所以有幾個韓國現在還比較常會在提到的一些議題 例如像是My Data 那其實台灣也有在在做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 假名數據剛剛有講 還有另外一個是在線視訊的這個處理設備 蒐集使用個人資訊的一些標準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韓國之前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網譽空間 叫Side Word Side Word突然之間就宣布終止隱遇 然後所有人就一聲哀嚎 那我的資料怎麼辦呢 要跟誰一樣 那類似這樣的東西很多 那事實上它這後面也是反映了一個 就是說 現在已經大家把這個數位資產視為一種資產 那這是我的 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才會開始去認為說 這個東西是我的權利 那經濟的議題也是一樣 那經濟的議題就是說 那我們能不能把它視為是我的 還是說國家可以說是它的 那事實上有很多東西到現在還沒有討論 那如果說以後的用AI大數據 然後可以來做一些東西 那這些有這個大數據的這一些公司 那它就擁有了某種 我們現在還想像不到的權利 可是以後變成某種權利了 那這樣的權利要不要怎麼來規範 那事實上剛剛所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是純粹在國家之內的話 那國家自己是可以開始去思考 它如何來管理跟自己人民的關係 可是一些跨國的行為和行動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那個主體性要很明確 所以現在會過來了就是 處理的方法是說 它不是說針對哪個國家 它會針對哪一個企業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看到就是說 它是針對哪個企業 來做一些這個更具體的規範或是限制 或是說例如像是抖音 就是禁止它在美國來做某些行為 這就是一個國家可以去應對的行為 可是我們也都知道說 這樣的效果可能不見得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說 就是許多的年輕人 他們就是喜歡用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會不斷地 還會在演變和在變化 但是它的危險性在哪裡 我覺得是需要更多的倡議團體 去把這樣的東西先說出來 那同時案例的蒐集 案例蒐集之後如何展現 我覺得也是在數位時代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因為我們時間不夠 所以雖然說智慧城市的這一題 沒有討論到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要先休息了 那也是希望說 在待會中場休息時間 大家也有機會 能夠來跟三位講者 還有兩位報告發佈者 一起來進行更深的交流 那我覺得很多未討論完的問題 那也希望OCF接下來 可以繼續很有力地辦 這類相關的討論活動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在 從別的國家的案例當中 能夠更了解我們怎麼彼此合作 還有台灣立法下一步可以這麼處理 好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